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灯下半部分 而这个LED头灯组点亮之后视觉效果也很棒 尤其是这个LED日间行车灯带 有一种心跳的感觉 蹦蹦蹦蹦两侧 而保险缸下半部分设计是非常动感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LED雾灯 有一点小火牙的感觉 让整体车头看着非常酷的同时 又增加了几分可爱的感觉 侧面轮圈的尺寸是19英寸 双色的轮圈视觉效果很棒 轮胎的尺寸是24540R19米其林的轮胎 而侧面这个厚视镜的造型也非常漂亮 它是连接在车门上的 这样看着会更加高级一些 车身尺寸方面 目前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台车车身轴距是2米9 长度是4米98 将近5米 相比较海外版本车型 它无论是轴距还是车身长度 都有所增加 所以侧面来看 它会变得更加修长一些 而整体车身侧面 我觉得最精彩的地方 那就是这根镀铬石条 它从A柱开始 贯穿B柱C柱 到车尾画一个圈 到另外一侧回去 而侧面来看 这台车车身高度并不算很低 这样车内的乘坐空间 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证 不过视觉效果来看 这台车侧后方这里 视觉效果是很低的 主要是通过这个镀铬石条 来营造的 从侧面或者是侧后方来看 有一种大轿跑的感觉 而这根镀铬石条 在C柱这里会慢慢变粗 到车尾又慢慢变细 你走到车尾 可能会觉得 行李箱盖尺寸有点小 你被这根镀铬石条给骗了 其实这根镀铬石条 是从行李箱盖中间这里穿过 上半部分黑色的石板 也是行李箱盖尔的一部分 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 这块黑色石板 可以与后风挡不离 形成一个大的整体 侧后方 你看 这就是一个大轿跑的感觉 贯穿式尾灯 我们目前从这台展车上来看 国产车型是得到保留的 因为之前我们同事 在试驾海外版本车型的时候 当时得到的消息是 国产之后 可能会取消这个漂亮的贯穿式尾灯 现在保留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个贯穿式尾灯点亮之后 视觉效果还是很棒的 两侧这里的造型是与头灯相呼应的 保险杠 无论是侧面还是下半部分 它的设计感和层次感都是很强的 中间这部分看起来非常动感 双边共四处的排气管 表明这是一台2.0T的车型 1.5T的车型 排气管造型是有点不一样的 整体外观来看 我觉得这台K5看起来还是非常动感的 但车内如何呢 我们进去看看吧 上一代K5虽然说整体外观看着非常惊艳 但是坐进车内之后你会感觉到 整体车内的设计稍微有一点点智能 不过这个问题在全新一代K5上不存在了 整体车内的设计感非常强 坐进车内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地方是 一碳纤维纹路的试板看着很有档次感 还有就是两块大尺寸的液晶屏 全液晶仪表的尺寸与多媒体屏幕的尺寸是完全一样的 另外第三点那就是车门 车窗按键旁边这里有一个小的挡板 你在关门的时候有的时候如果是小角度拉这里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如果你手机临时放一下 这里可以稍微挡一点不容易掉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也是比较实用的 而其他配置方面 我们今天这台车可能是顶配版本的车型 所以配置相当丰富了 全液晶仪表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后面有换挡窝片 上面密密码码的功能按键 而中间这里双驱独立空调 电子换挡旋 牛Auto后的电子手上 方向盘加热 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它全都有了 虽然我们今天这是顶配版本车型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款K5 作为一款气压车型 其他车型的配置应该也不会差 储物空间方面 手套将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是有阻尼的 并且里面空间是很不错的 中间这里有一个小的储物格 打开之后 两个USB接口 一个12V的电源接口 后面水杯之下 也是有百叶窗的盖子 不用的时候 把它盖起来会显得很整洁 中央扶手前面这里 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中央扶手的尺寸也还不错 另外座椅的柔软度其实还可以 包裹性也还行 但是我觉得座垫稍微有一点点短 好 调整到我合适的位置 并且把座椅调到最低 头部空间大概是四直左右 来到第二排 我们先来说一下空间 腿部空间非常的宽敞 两拳以上没有问题 但是头部空间稍微有一点点取错 大概是两只左右的空间 并且天窗开启的位置是在这里 所以说第二排乘客头部这里 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压抑 而其他第二排配置方面 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两个空调出风口 下面一个USC接口 另外这个中央扶手 我是非常喜欢的 很宽大 很有档次感 中间这里还有一部分出入格 后排座椅有这个加热按键 并且音量多媒体控制区 也是在这个位置 坐在第二排 也可以控制多媒体系统 车门上面这里 也有一个小的挡板 手机也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并且我们今天这台车 装的是一套GBL的音箱 所以这台车整体第二排 我觉得腿部空间表现非常出色 但头部一般般 其他的豪华性配置方面 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目前静态体验下来 我感觉这台全新一代的K5 还是非常有诚意的 外观内饰设计的够漂亮 车内的配置也非常丰富 动力系统方面 上市以后会有1.5T和2.0T 两个动力组合 2.0T的动力参数是非常漂亮的 并且搭配一个8AT的变速箱 目前我们体验下来 虽然说静态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接下来也有两个问题 我是非常期待的 第一 那就是它开起来之后 是什么样的感觉 第二 那就是它的价格 如果你也对这两方面 比较感兴趣 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汽车之驾的后续报道 好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